好美的星空啊 那些星子都是人的魂灵所变 有什么好看 好扫兴啊 真的吗 她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是累了吗 那我们今日就在这儿过夜吧 好啊 这儿很适合素赢 你看你看 那个 我去方才的路上装设鸣竹 以防追兵偷袭 司空兄弟 那鸣竹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几日老见你沿途揣着 一些小东西 只要触动就会发出声音 发出声音 然后 然后 比方说可以惊吓敌人 或是让敌人伸手易冲 不 就只是发出声音 我们便能有所警觉 提前防范 只是提前防范啊 可惜了 可惜 可惜什么 司空兄弟毕竟年轻 不知这世间人心最难防 要知道人心啊 总是在你最出其不意的时候 从中迫害 如果人心也能有这种明竹 就太好了 凤月 你这是在 有感而发吗 人心难防 会吗 我觉得这明竹挺好用的 就算不能防人心 能防猪央也是好的 司空大哥 这东西哪儿来的 我也要一个 我做的 这是你做的 司空兄弟手真巧 哪天 把这设计也教教我吧 等我回去商都 便让其他大商官员 研究研究 凤月 你刚刚不是还在嫌他可惜吗 可惜是可惜 但也没说不是个好物事 再说吧 司空兄弟一服精明干练的样子 就是话太少 老冷着脸 会吗 我反而觉得是你话太多了 怎么不继续斗嘴呢 看一点忧愁的样子 他手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一直戴着手套呢 离开队伍 离开队伍 你不要跟我说有好感度哦 我只能够回去找一个人讲话之类 哎呦 你看啊 这个游戏根本不需要我来发福利啊 他那个自己的动画运镜啊 一些奇怪的地方 就猛发福利了 绝对是红色啦 哎 没有绝对是红色 刚才谁说黑色的 突然面对 前面有三个惊叹号耶 为什么 我们去看一下 哦 这是放陷阱的地方啊 我知道 我知道 是否 是否 好 喝酒 喝酒 这么晚了 身上又有伤 喝酒会伤身的 我还是懂得一点毅力 听我的吧 再说别喝 谢谢你关心 不过 你也知道 我们伤人伤酒 喝酒伤身 不喝酒伤心啊 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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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你不也是联名担心 叫我吗 那么 裕后你叫我裕哥哥 我叫你阿巧吧 还是 你希望我称你王子妃啊 别别别 叫我阿巧就可以了 不过 裕哥哥 挺肉麻的 我们才刚愿是吧 凤哥哥 不 凤兄还好一些 换姓没啥意思 阿巧 不然 我也换你凤大哥 这样总可以了吧 他刚才跟阿巧 不接受 叫的好难用 这样显得我很老实的 难道不是吗 你几岁啊 你这样说太伤我的心了 唉 我们不要讨论这话题了 好吧 裕哥哥 告诉阿巧 你几岁嘛 唉呦 会呦 大约 是你的两倍吧 看不出来啊 这么大 唉 不对啊 你怎么知道我的年纪 不是十岁吗 哈哈哈 被逗了 你 原来你是拐着玩笑话我 开玩笑的 好吧 凤大哥 就凤大哥 那么 凤大哥 你方才说 商人都爱喝酒 那 王子也跟你一样 爱喝酒吗 是的 他爱喝酒 这样啊 嘿嘿 凤大哥 可以跟我多说点王子的事吗 我很感兴趣呢 真的越看越像那个偶像剧发展 而且这两个真的蛮配的 我家是凡重 光处理六十名妻妻的事都来不及 并不是很关注王子的事 你有这么多妻妻啊 比我阿富还多 不过 这样你应该很少跟每个人见面吧 他们好可怜啊 可怜 会吗 有时娶妻这种事 只是为了彰显地位 或联姻结合不足力量 私人的感情如何并不重要 或许在他们眼中 我也只是一个象征权力的工具而已 只是和他人比起来 稍微体面一些 他绝对是那个王子的啊 什么呀 你也太自负了吧 不过听完你说的 会不会王子他 也是这么看我的呢 王子也有这么多妻妾吗 你觉得 我比起他其他的妻妾如何 说实话 很认真的表情啊 干嘛叹气啊 你明明就很喜欢人家 不妙 不妙啊 怎么了 脸蛋尚属可爱 身板尚未发育 严心像个孩子 哪有王妃气质啊 绝对是口是信非 是你要我说实话的 但你说的也太伤人了 你们家超喜欢的家 看你这么失望 干脆转身回子国 别继续在外乱跑了呗 我才不回去 为何如此坚持啊 若你和王子的婚姻 只是场利益交换 你值得为他这样冒险犯难吗 谁说我们的婚姻是利益交换的 就算王子那么想 我不这么认为 那就不是 虽然王子的面容我已经记不慎清 但我还记得我们定清那夜 大星明亮闪烁 那是明君将信的预兆 我看星象 是子国数一数二的准 不会错的 我的夫婿啊 一定是个很好的人 所以我前些日子夜观星象 发现山王是有危险 才会不顾一切离开子国 希望找到王子 与他一起为山国努力 就算他只是利用我与我结亲 也没关系 至少我们希望让天下稳定的目标 是一样的 这么好的姑娘上哪早啊 你就这么毅然决然 嫁给我吧 嗯 你不要我要了 你就这么相信天意 明君与否 是能从星子判断的吗 若是天错了呢 至少目前为止 我的判断都是对的呀 而且这些星子在天上数百数千年了 为何要骗我呢 对了 穆月姐姐说 星子是人的魂灵所编 会是真的吗 听她那样说 我忽然 有点不敢再关心了呀 难不成我们的王子妃怕鬼神 但商人其他可以怕 鬼神应该不怕才是 嗯 这对真的好棒哦 不过 倘若这些星子 真是魂灵所变 如此美丽 他们生前 也必然是好人吧 真希望他们能够有个好结局啊 说得好 应该敬你一杯 凤大哥 我也要喝酒 你不是才十岁吗 别逞强啊 阿乔 没事吧 这酒好烈啊 我记得你说你酒量不佳 别勉强 我和你说过吗 那 应该是因为 我肠肚子饿 所以总是空腹喝 已经醉了 已经醉了 凤大哥 你怎么变成两个了 啊 我想起 那天 我见到王子时 他也是两个 哦 该不会王子有什么双胞胎吧 希望 好人星子们 能保佑我夫婿 一切顺利 凤大哥 你既然可以娶这么多妻妻 你的出身 应该不错吧 碰巧有个好父亲罢了 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明显 你 要好好辅佐商王子 知道了吗 他就是王子应该没错了吧 醉了 果然更有王子妃气势 微臣遵命 我像王子妃了吗 是是 王子妃 你还是别再喝了 回去休息吧 我是王子妃 我自己走 是是 还是一副苦瓜脸啊 尽管做了准备 还是无法避免风雨被伤 追兵随时都会来 拖累的往上度尽度 今晚也只能先这样了 明日与他们说说 加紧速度的事吧 都躺下来了 不知不觉 离家也有一段时间了 清梅跟阿娘 不晓得平安宜居了吗 清梅有氧成不民主的习惯吧 她手巧 想必没问题的 不过组长 会不会又下领千村了呢 男主角就是太过忧愁了 沐月的话就是 怎么说呢 太丝不关己的样子 太冷了 所以现在大家都比较想看另外一队 又要搬家了 阿娘 阿娘 我先出去一下 晚些就回来 你要去装置雨儿的那些东西吗 游戏前面最大亮点就是这位妹子 清梅 也是非常可爱 这个地方怎么看起来好像有点危险 这个地方怎么看起来好像有点危险 让我走 那个天呐 娘 祝我 我寻找你 你们要不许帅 也不许帅 到天呐 我她的反光 好吗 你 甘若 我 我们还要不要 為什麼要停這麼多秒 他明明什麼都沒說啊 你為什麼就知道他要什麼了 突然交傳起來 不成嗎 不 我只是 這 你拿著 以後 你就可以自己去火 你不會去火 我沒見過這個 他不是用法術點火嗎 這個火髓我改良過了 很好使 一下就能把火升起 嗯 還是不懂 是方才 我解釋太複雜了嗎 我重說一次 這火碎改良的很好 比起十歲更加輕便 你知道我改了什麼 這清潤是個根部可保 但差異色不不大 沒想到還能這樣改良 應該做了許多嘗試 不 我只是 看阿娘平日生活不便 所以 就稍做了條招 這樣啊 啊 所以你的明主也 我說了什麼好笑的事 不 我只是想 我們明明一同旅行這麼久了 怎麼直到現在 才真正地好好聊上天 哦 說到明主如何 那明主也是你的改良物之一嗎 算是吧 這個明主 是為了族人的安全 而製作的 我小時候 咱們村子常在毫無防備的情形下 被臨近不足侵略 族長總是帶著大家千村 逃到安全的地方暫居 一個地方駐月餘 又要再遷 總是在以為可以安定下來的時候 族長又下令千村 某個夜裡 村子又被入侵了 我阿父起身戰鬥 奮勇抵抗 我阿娘帶著我與其他一些村人 順利逃出村子 我阿父和一些叔伯們 最後被赴 成了哪些人祭祖的人生 從那之後 我一直想 如果有方法提前防範 是否就能避免阿父和叔伯們的死 後來 我自己研究 做出了民主 雖然這東西用處不一定大 但要是什麼都不做 我會睡不安穩 有愧阿父 我希望 有朝一日 我能給阿娘與一妹一個安穩的家 讓大家不用再奔波遷徙 抱歉 都在說些無聊的過往 風雨說我故事說得差 你肯定覺得無趣了吧 不 你說的不是故事 是真實 我能感受到你話裡的真誠 不會無趣 那就好 人生嗎 跟我族人的遭遇有點兒像 你的家鄉也被一族入侵 是宜人那次嗎 不 不是他們 我的族人 自願犧牲自己 為什麼 為了一個更高的理想 我不懂為何要這樣 或許 有些事情比性命更重要 是為了什麼樣的理想 必須要犧牲自己性命 這樣 被留下來的人不會很難受嗎 那是他們的抉擇 留下來的人 就要尊重他們的決定 除了 除了 沒什麼 不過 幸好你還在這裡 嗯 這 我總不希望 認識的人 隨便死掉吧 果然一直在偷聽嗎 墨月姐姐 司空大哥 你們還沒睡啊 吵到你了嗎 沒有 大概是 惡醒的 啊 阿奇 你也餓醒了嗎 啊 謝謝 謝謝怎麼了 他們要給你吃 司空大哥 你養的這豬好有靈性啊 它為何總能在我餓肚子的時候 拿東西給我吃呢 他怕你吃它 動物的求生本能 是與生俱來的 啊 啊 為什麼你們不聊天了 是我打斷你們了嗎 沒有 墨月姐姐 說起來我還沒問過你 為何你要去商都查找家鄉訊息啊 你忘了家鄉在哪兒嗎 我記得 但是找不到 找不到 為什麼 要不你告訴我你家鄉的名字 也許我能幫得上忙 告訴你 不會被帶到什麼詭異的地方去嗎 才不會呢 好了 威姐姐 你家鄉叫什麼名字呢 華絮 華絮 好像在哪兒聽過 怎麼一時想不起來了呢 會不會是你迷路的時候 曾經去過的某個地方 是這樣嗎 怎麼總覺得不是呢 啊 司空大哥 你是不是被鳳大哥帶壞了 怎麼嘴辯的跟他一樣壞呢 啊 抱歉 司空大哥不用道歉 我其實也不是真的怪你了 司空大哥總是太緊繃了 放鬆說說笑笑也挺好的 但鳳大哥那個壞嘴 你可就千萬千萬別學了 是不是啊 墨月姐姐 嗯 穆月姐姐抱歉 我沒幫上忙 等到了商都 我再陪你一起找你家鄉的線索 嗯 如果到了商都 也找不到家鄉的消息 到時 你要怎麼辦 你只需送我到商都 之後的事 不許擔心 司空大哥別窮擔心 商都那麼大 人潮喜來攘往的 怎麼可能打探不到一個國家的消息 除非啊那國家根本就不存在於世界 我累了 先去睡了 看又是據典王 我也是吃飽了 又想睡了 穆月姐姐 司空大哥 咱們都睡吧 明早還要上路呢 明早還要上路呢 別裝是在這個方向 好 好 走吧 剛剛那個奇怪的停頓點又是 阿巧 反向了 你還是乖乖跟著大夥行動吧 商都啊商都 究竟還要走多久才會到呢 好餓呀 好餓呀 子巧 咱們的糧食都要被你吃光了 接下來的路途該怎麼辦 再打給你們 就是了 罢了 我們先在此休息一下吧 無所謂 太好了 很好很好 很好很好 我腳也有些乏了呢 師父 師父回來了 看他眼神又變好邪惡喔 阿琪 你在哪兒 他想打什麼歪主意 他現在腦袋阿琪等於吃的有沒有 怕我吃了你嗎 別擔心 現在還不會 現在還不會 方大哥 今天你怎麼沒見穆月姐姐的擠來看 你不是很喜歡穆月姐姐的擠嗎 之前常看到你在端詳他 那把擠 有什麼特殊秘密嗎 嗯 古籍中記載 某把神兵 能改變商國動亂平凡的秘密 讓商人過上好日子 我只是好奇 是否就是在說這把玄桃擠 真的 那可以請穆月姐姐見我們回去 救個商國嗎 這把玄桃擠 是水神貢公的武器 穆月要將她帶回家鄉給她的姐姐 因為穆月的姐夫 為了這把擠而喪命 這樣啊 原來是為了帶回鄉 讓姐姐賭屋私人 既然如此 我就不戒了 我相信 憑我和王子自己的本事 也能改變商國動亂平凡的命運 看那個鏡頭給的很好 不過這麼一流 我對這把玄桃擠 不免有些好奇 穆月姐姐 可以進我看一下下嗎 一下下就好 話說穆月 你平常沒事把這個擠收到哪去啊 前面明明沒有看你拿著的啊 睡覺也沒有看你抱著啊 喔喔喔 有反應欸 不會被復生吧 住手 我 我不想再傷害人了 旁邊三個在幹嘛啊 旁邊三個在幹嘛看戲啊 平底之術 這不是華絮人才 這是怎麼回事 玄桃擠中的力量 騙子 你說過要成全我嗎 騙子 哎呀怎麼突然打BOSS啦 沒有自信打得贏欸 我沒有自信打得贏欸 誰不挑挑紫巧 好 戰力最強的欸 五藥太少了 剩八個 他每次進入這個騙子以後就會放那個暈眩的技能 蠻蛋肯的 啊啊死了死了 快復活快復活 復活一個又死一個 還來還來別再騙子啦 這個騙子超煩的啦 傷腦筋欸 啊現在我操控誰他就會打誰是不是啊 啊 先別管怎麼解釀 先弄輸出吧 別管死掉人了 先輸出再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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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嗎 啊啊 啊啊 我沒事 抱歉 嚇到大家了 你们是谁 凤大哥 他们就是要刺杀你的刺客吗 不是吗 对不起 是他通风报信的 竹子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感情 挥子过去吧 不会吧 连妹子都打 我连上都都还没踏进去 连结果你给我看这个